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戊成人许癸害戊 这个八字 他说他的启用神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他觉得太难了 但是各位 我们要先知道说 他的这一个八字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是 戊土克壬水 然后戊土再克癸水 所以他天干是日主受克的现象 他的地支吾火去生 成土戌土再克害水 所以他导致了一个天干地支 同时日主受克的一种情况 这个就是天干地支同克的现象 他要变好的时候 首先他要先处理掉一边的日主受克 他就会变好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以他来讲的话 进入丙隐的时候 他进入丙隐的时候 是不是地支就有一个隐害河 这个隐害河就会让他 地支的部分就暂时的先脱困 脱困了以后 他的官运就会好 但是因为他天干 他这时候火生土克壬水 所以含有一个土来克这一个癸水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暂时性的他会变好 但是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变好 那就是等到天干什么时间点 让他的这个日主受克 没有那么重的时候 就是减轻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性的变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 例如像 新丑 丙心一合 是不是就变成是土克水而已 力量没有大 或者是庚子也可以 火生土生金生水再回来 或者明年一个壬饮 壬饮来讲的话 是不是 土克水 土再克水 所以基本上这几年 他的一个天干全部都是脱困 然后地支也是都是脱困的现象的时候 他就是全部就是会变好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说 像这一种天干地支 日主同克的现象的时候 首先他会好运的时间点 先解决一个日主受克 天干的也好 地支的也好 这时候就可以判断说他变好了 这时候饮他一合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财跟官 他的财官变好了 什么时候会更好 那就是上面减轻了 那假如他这边 他这一边假如脱困了 结果上面更加重了 上面加重的一个情况下就是 他会感受不到没有那么好 他假如上面减轻了 就会觉得 他就会突然的变得非常非常的 很好 所以这一个就是当天干地支 日主都是同克的现象的时候 他的一个判断依据 就是看哪边先解掉日主受克 他基本上这个运程就会算好 然后 另外一边假如更脱困了 那会特别好 那假如他没有脱困更加重 他会觉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这一个就是天干地支 日主同克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首先先要解困 先解随便天干或地支的困都可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